彥均哥 南霸天的第一個點 很重要 一定要下個猛藥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高雄的婚紗街 等於是幸福的起點 你好會說 是不是 所以就是我們這一集的幸福的起點 我跟你講我們要去吃這家很厲害 怎麼樣 高雄難得有的牛排吃到飽 牛排吃到飽 對啊 怎麼了 你怎麼提在這邊 牛排館 叫一顆牛排 然後沙拉吧這樣子吃到飽 自助百會這種的 有奶 這怎麼能夠當第一個點啊 那也就錯了 我跟你講這家牛排吃到飽很厲害 它是阿根頂牛排 而且重點是 它都是在桌邊服務的 你不用起立 坐著就可以一直吃... 而且它選的部位都非常好 重點是 老闆有一句名言 什麼 如果我是第三名 沒有人說他是一二 我還沒有聽過人形容自己說 我是第三名 然後沒有人敢說 他們都說如果我說我是第二名 沒有人敢說我是第一名 對 這句話我自己加的 好不好 是這個嗎 對... 是這個價錢嗎 而且它的價格喔 它的價格 其實這家店在台北大直有一家 可是在高雄的價格 是只有台北的三分之一價格而已 各位 你說的是這一個嗎 特寫... 幸福... 平日午餐630加10% 對 晚餐跟假日的價錢 跟平日午餐價錢是一樣的 沒有錯 桌邊現切... 桌邊現切 這就是我們之前台北那集有拍到乾四熟成 四熟成的那個牛排 所以我們進去 就吃到飽 進去 我們可以橫著走 因為老闆我們也算熟 好不好 走 老闆堪稱是牛排專家 老闆堪稱是牛排專家 不但在台北有一家高級熟成牛排館 還在高雄開了一家 不怕你吃的牛排吃到飽專賣店 周爸爸小玉來去大口吃肉 順便見見老朋友囉 我都差點忘記了 它的東西有這麼豐盛 真的難霸天 真的要第一家店就要難霸玩了 而且這一家店很厲害喔 各位觀眾 因為老闆們它原則上 它是從阿根廷回來台灣的 對 在那邊就住了快20年的時間 然後他把那邊的美食文化 倒倒滴滴的帶回來高雄這個地方 他算是高雄的肉肉專家 肉肉專家 對 然後因為他家店開了以後 發現其他店家覺得說 台灣人好像滿喜歡吃阿根廷料理 想要起來模仿 真香模仿 但是你知道嗎 就算你再怎麼會跳舞 郭富城還是只有一個 應該是只能模仿而已 無法超越 店內的采飯開放式的廚房 牛排在燙火爐上滋滋作響 看我的口水流 好想趕快享受阿根廷大口吃肉的 暢快飽足感 等等 彥均哥 我們先來吃個開胃菜 阿根廷道地的炸蝦餅 聽說很燙 熱彈很燙 對 他好像已經在第一次吃了 他有質感的味道耶 對 我覺得首先它的派皮 酥酥脆脆的很好吃 然後它裡面的牛角肉 它打得非常非常碎 對 你吃到的是牛香味 然後就是那個自然的味道 沒錯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外皮 炸的它是 我很像 好像玉米糊之類的東西這樣炸 炸完之後非常的酥脆 然後你咬下去它有麵香 然後它自然的味道 就是你咬一口之後 它自然味道會這樣子 從你的鼻子上扑鼻而來的感覺 吃起來非常非常Match 老闆把小茴香和洋蔥 加入牛角肉拌炒 再放置24小時讓肉餡更入味 老闆真的有夠霸氣的 就連羅宋湯裡的牛肉 也沒再客氣的 而且他們這邊很好吃 他們這邊牛排 他們都是桌面服務 就是他們推這個餐車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烤台的東西 就是這個 能夠拿出來之後 漂亮 就是我們客人可以 我們拿出來之後 就可以馬上切給客人 這是不是上蓋 這個是板件牛排 它的特色就是 對,它迫不及待要吃 對,它就有一層 這個特色這個筋 這個筋 這個筋我們會把它烤得酥酥脆脆的 你看叫筋網絲 這個是有聲音的 而且這個夾子 剛剛夾下去的時候 都是咔嚓咔嚓的聲音 然後我們這樣切下去之後 它的特色就是 這個肉非常的軟 然後呢 然後切下去之後 你看 這個肉質 好漂亮 很漂亮 永泉 幸福永泉 在它流光之前 我要趕快拿來給你 好好的品嘗一下 好,你好 這個 精采的來了 這塊位在肩餃的板件牛排 看看這個牛排的色澤 還有這個汁的牛排肉汁 巴小玉,趕快來吃了 因為我看到板件的上面 有一塊筋膜 那個筋烤軟了之後 它會增加甜度 牛肉的甜度 而且我在切的時候 就發現那一層筋膜 它是燒得比較硬脆的感覺 對,沒有錯 它也要軟嫩之外 也要有一點點脆的口感 牛肉才會完美 就是你現在看到 有一點半透明的那一塊 對,沒錯 超級軟嫩 太香十足 真的 然後上面那一層筋膜 它提供了一個很厲害的口感 對 像膠質 像是港式脆皮燒肉的最上面那一層 好 老闆 太舒服了 你這樣怎麼會有錢 才630塊而已 都給這麼好 就是說老闆真的太佛心了 這塊板件牛排最厲害的就是 帶筋又不過硬 反而讓我吃到兩側香酥 肉嫩的好口感 等等 聽說還有更銷魂的上蓋牛排 這個肉汁好嫩喔 它的肉吃起來真的是甜的 然後我在嚼的時候 它的汁還一直從它的肉裡面噴出來 我覺得真的不得了耶 真的 因為剛剛這個上蓋 這個是熱上蓋還是豚上蓋 豚上蓋 這個是我們稱之為沙朗上蓋肉 對,它這最上面是油脂的部分 對,它有一塊油花 那這塊油花大家可能覺得很油 可是你看 它這整塊肉都是瘦的 其實它只有帶這一點點的油花 請教我告訴你 那這個油花 跟一般的油脂又不太一樣 這個油脂它充滿了香氣 所以你吃下去說 它的風味是非常非常豐富不一樣的 我覺得現在因為 我們在冷氣房裡面吃飯 不然你會以為自己好像在那個 在吃燒烤那種炭烤那種感覺 非常的好吃 而且他們那個炭香很濃 這塊的肉跟剛才我們吃的這塊 完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 這塊更嫩了 不是,我想要跟你說的是 我知道那個肉之後有一個畫面 我就是覺得這個肉 它會引發你內心深沉的一些慾望 好,放開來,放開來 就是我現在很想回家去找我老公 太性感了 這個就是 搭上阿根廷道地的可力歐下降 吃起來酸酸甜甜的番茄蔬果 和上岸牛排的鮮梅 又開啟了另一種味覺的饗宴 老闆還有起司 搭配牛排的新吃法 不知道又會碰出什麼 想像不到的新滋味 好,那我來試試看好了 好... 我要來水蘿蕉蘿蕉 然後放折對不對 對 對 這樣子 對,沒有錯 這用手拿 哇 好霸氣喔 這隻拉麵 這起司拉麵 起司拉麵 起司拉麵 起司復復 媽呀 好好吃喔 真的喔 因為它燙烤的鹹啊 跟起司的鹹 是完全不一樣的那種口感在裡面 然後拉出來那個起司條啊 拉出來的起司條啊 它那個奶香味很濃 再搭配到那個牛肉 你吃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這一口牛肉吃起來真的 好阿根廷喔 好有誇意喔 好好吃喔 老闆說香腸裡面 加了多種的阿根廷香料 再加上紅酒的調味 肉香而不膩 也讓香腸充滿濃濃的阿根廷風味 另外這邊的菜色非常多樣化 讓來到店裡的客人 都能有很多選擇喔 怎麼樣吧 小玉 這叫我拍胸脯保證 一隻就上癮吧 沒錯 不只是這樣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們Check in好康 大方送的最新消息 得到我們專屬的神秘小禮物的話 記得訂閱後面的鈴鐺 要給它按下去喔 來… 按下去… 按下去… 按啦…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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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